老師,你覺得颱風會來嗎? 現在要轉90度了 再來轉90度了 神奇 好厲害 整個寶可真實 對 在空間內的蒸氣到達寶可 OK 一個密立空間裡面的液體 它一直蒸發 在液體不會完全蒸發的氣質之下 這個液體蒸發成氣體 這個氣體所形成的壓力 就是這個液體 在這個溫度很壓力之下的保護蒸氣壓力 OK 那神到沸騰 神到沸騰 水 水 它溫度高到 它的體積大到想要變成氣體 水的什麼 體積 你看這是溫度 水的溫度 高到 想要想變成氣體 溫度高到 它想變成氣體 可是水應該隨時都想變成氣體 可是水應該隨時都想變成氣體 水不是要讓你放在那邊 水會想變成氣體 所以一定要溫度 高到 高到 想變成氣體 所以我們兩個沸騰有幾種對不對 一種是正常的沸騰 水燒開 就變成氣泡 然後就變成沸騰 我們所有的沸騰 所以沸騰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 突然間有大氣泡 對不對 這是什麼看到的現象 我們對一個定義不清楚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現象是什麼 氣泡 好 氣泡都從哪邊產生 水裡面 水裡面的哪裡 精確餘 想要變成水 想要變成氣體的 水 這是水 所以水裡面的哪些點 能不能產生氣泡 是這裡 是這裡 還是這裡 最熱的地方 那裡加熱的地方 所以是底部對不對 對 鍋底 鍋底的每個點嗎 熱圓 熱圓 所以熱圓在哪裡 那裡的水 中間 中間比較有可能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鍋子 這鍋子不均勻 鍋子不均勻 底下有靴線 比如這邊有個凹洞 鍋子有個凸電 所以仔細去觀察 一個鍋子 你把它洗乾淨之後去燒 燒開嘴仔細看 看到泡的點都是固定的點 那從固定的點看泡泡泡 那底下一個圈 而且這個 一圈那是你加熱夠 夠強的時候 同時這一圈都是 剛剛就是 換言講 同時在已經熱到一個程度了 這一圈的水會從之前沸騰 那看起來有可能 一個圈確實在泡泡 對 但是有個可能性是 這個圈 這個點 只是在我們少數的一兩點 開始沸騰 然後仔細觀察 然後呢 還有一線這樣 這個泡泡呢 假設這水溝深 你會看到這泡泡 由小變大 從這邊開始 由小 變大 然後又變小 又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抬掉 我剛才在水裡面的時候 就不見了 被吸收了 被水吸收了 為什麼要被水吸收 因為溫度不夠 因為它上來就降溫 所以降溫水 本來又淋添成水 又淋添成水 它那個氣泡本來就是水所形成的氣泡 對不對 那氣泡不是所謂的空氣 那氣泡是水 你看這個水 你降熱的時候 它狀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突然間有了水 它的能量特別大 它把旁邊的水給撞開了 這邊就形成一個空氣 這空氣裡面都是什麼空氣 水分氣 都是水分氣 這空氣就是水分氣 這整個氣泡裡面都是水分氣 所以當在氣泡上往上升 往上升的時候 這上空度比較低 溫度就下降了 這裡面氣泡又淋結了 所以氣泡縮小 甚至就沒有氣泡出來 所以可以仔細觀察 燒開水分 有空的話仔細觀察一下 所以好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那我們回來解釋一下 什麼這樣沸騰 自己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剛剛說的這些事情 再精確一點 再精確一點 他想變成氣泡沒有錯 什麼情況之下 他會想要變成氣泡 他一直都想要變成氣泡 一直都想變成氣泡 說得過 一直都想變成氣泡 對不對 對 我的杯子的水不是一直在蒸發嗎 放不太出來 但是都是一直在蒸發嗎 所以一直都在底下或 就是中間或是底下 嗯 你說中間或是底下的水 中間或底下的水 怎麼樣 溫度高到場面的氣泡 溫度高到場面的氣泡 那如果是平常的話 那不是表面的氣泡嗎 平常都是表面變氣泡 表面因為是界面的關係 他很容易就不小心跑出去了 因為撞擊撞擊撞擊 跑出去了 他變成氣泡 空氣中的水氣也是不小心撞撞撞 跑進來自己的液體 他是一個平行泡 可是中間的水 或底下的水 尤其是底下的水 他比較容易變成氣泡 為什麼 有沒有 得到大量的能量 他撞擊要很快 好 那你覺得一下 他撞出氣泡 撞出氣泡 這氣泡的壓力量 你看他會是多少 什麼情況他撞出氣泡 為什麼可以撞出氣泡 我這樣撞撞撞 這個氣泥也撞得中去 每個氣泥都撞得中去 這個氣泥 為什麼可以把氣泥擠出 變成這邊是氣泡 好 假設他真的撞出一個氣泡 這氣泡裡面壓力應該是多少 這氣泡裡面壓力應該是多少 比較低啊 因為比較大 應該比較大 這個有多少的水壓 等一下 這個這邊有點小 問題是 比較低剛剛比較大都不具體 因為比較低 就跟上一次有人說 24比較大 24比較大 為什麼比較大 因為24大於23 因為我假設他比水壓力好大 比水壓力好大 比水壓力好大 比什麼阿翔 對 他氣泡產生那一剎那 他剛好就是 一定要 略大於大氣壓力 他氣泡 但他大於大氣壓力的時候呢 他馬上氣泡形成 氣泡形成是空間擴大 空間擴大壓力變小 對不對 自己講空間 那個壓力又變小 小到什麼程度 大氣壓力 小到如果小於大氣壓力的時候 這個氣泡又不見了 所以他小到等他跟他大氣壓力的時候 他裡面開始狀態 因為氣泡又縮小 他壓力又變大 所以他是要維持 這氣泡的性能 他維持跟外面大氣壓力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可以知道 非常的情況就是 當你這個水 這個物質 他本身的溫度達到 可以產生的真氣壓 可以產生的飽和真氣壓 下跑等於大氣壓力的時候 這個水就開始飛上 就我們講 他每一個點上 假設這是飛水 同時也沒有加到100度 我們知道 100度吸一大氣壓的水 他的飽和真氣壓 就是一大氣壓 也就是真正的情況之下 這一杯水 都想變成氣體 而且是同時間都想變成氣體 這時候每個點上都很會 變成氣泡 好 但是真實的情況 不可能是每杯 整杯水都這樣 真實的情況是 假設火在下面燒的時候 就是鍋底的溫度比較高 比上面的溫度高 所以鍋底的液體想要變成氣泡 比他們更想變成氣泡 變成氣體 因為外面就有一大氣壓 它這邊的正氣壓已經大 一大氣壓之後 它就開始變成氣泡 變成氣泡 變成氣泡 它平衡成為一大氣壓 它就冒出來 就冒出來 好 所以這可以解釋出費 怎麼要出費呢 你把這杯馬克杯 裝入水 拿去微波爐 去給它加熱 微波爐是對鍋子加熱 對馬克杯加熱 還是對水加熱 對水加熱 所以它會不會管你是在鍋壁還是鍋子中間 不會 不會 它整杯水中被加熱 跟整杯水中被加熱 因為 這邊的溫度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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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溫度都一樣 所以什麼情況 它不會沸騰 我們之所以這邊會講是大氣泡為什麼 因為這個點的氣體 這點的水 它的能量比旁邊周圍的都高 所以它還把旁邊都撞開之後它形成一個氣泡 可是當這一點的水跟這一點的水跟這一點的水跟周圍的水的能量都一樣高的時候 它撞不開了 它撞不開 撞不開 為什麼情況 氣泡會不會出現 氣泡會不會出現 這跟我們講過跑可是很類似的概念 當水中的濃度都很高 可是我沒有一個質點 然後我去結晶的時候 我結晶新的味道 我結晶新的味道的時候結晶不會出來 這時候就變成過跑的容易 我水就要急遽蒸發 我現在這個水還在蒸發 到目前為止 這個水 比我的水量 它是加熱水量還大 但是鹽巴的結晶一直沒有出來 一直沒有出來 為什麼 它沒有結晶點 它沒有點甜甜甜 就跟這個一樣 它沒有不平衡 它是平衡態 整杯水的溫度就算高100度 它就是沒辦法沸騰 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拿一個湯匙 你要放進去 就出來就啪 沸騰 為什麼 因為湯匙溫度比較低 湯匙溫度比較低 所以湯匙旁邊的水都被我降溫了 所以它會被瞬間吸出 會被吸開 對沒有錯 這個低溫的液體 就比它旁邊的高溫液 等下 標面有力量 所以旁邊高溫的液體 瞬間就氣泡 瞬間它給撞不開 它產生大氣泡 產生大氣泡 到周圍的氣泡 因為已經被導動 整個氣泡就出來 就變成突肺 這叫做突肺 你上網去可以查一下 突肺 對 突肺 突肺 不會 不會 所以這樣的話 那個 把水滑溫溫度裡面 屁肺裡面所有的地方都會一樣高 它不會馬上都一樣高 但是那微波還是會先打到周圍的空氣 所以理論上它是 旁邊的水溫度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的加熱時間不是那麼快 然後是緩慢的 然後時間是構長的 事實上是有辦法讓整杯水的溫度是一次 讓它一次上升 就是它會同時間上升 它不會是像煮水一樣 只有下面的溫度 這下面的溫度跟上面的溫度 可能有時候會差到10度以上 所以它是很容易沸騰的 那也可以解釋為什麼 我們在身上 大氣泡力低的時候 你外面是低壓 所以它常常會沸騰為什麼 因為這氣泡 很容易 它更加的飽和 這氣泡可以飄到 沒有錯 在這個溫度 在這個溫度之下 它飽和正式壓 本來就是比較低的 所以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它會容易沸騰 所以你就是什麼樣的 低溫沸騰 當我 你可以這裡的桌子 很簡單的桌子 你去拿那個 那個 注射筒 注射筒把針拉掉 裝一點點水 大概一CC多的水 一CC一邊塞住 你往外拉 拉開了變什麼 變有點正空對不對 因為裡面有水 裡面有一點點空氣 所以都不會外出 但是有類似正空 你低壓 一到低壓是什麼 你的正式壓 把正式的土比較掉 掉到什麼情況之後 它開始變成 掉到 不用到正空了 掉到 我這個壓力之下 它的飽和正式壓 對 就是跟它的正空度 是一樣的 它開始非常 所以你看它的水 開始冒氣泡 而且它的冒氣泡 而且它冒氣泡不是 從底下的氣 開始冒氣泡 它整體開始冒氣泡 它跟土費很像 它整體 每個點都可以冒氣泡 所以 一拉開就可以 看到那一CC的水分 就變成氣泡了 這樣 也是它的土費 但是它第一溫的費 這樣 所以 飽和正式壓 可能大五 氣壓 你壓力大都可以大氣壓 所以為什麼要高壓 為什麼要高壓 那個什麼 高壓鍋的 壓力 壓力鍋 壓力鍋就是這個概念 壓力鍋都會壓成 所以我可以持續加熱 但它不會沸騰 為什麼不會沸騰 因為它每個都可以沸騰 因為它的壓力很大 它外面的壓力很大 外面壓力很大 就算100度 你的飽和正式壓 不就是大氣壓 可是外面壓力是大於大氣壓 所以那水就不會沸騰 它持續的被加熱 水就可以倒了110度以上 人生的水可以倒120度 到那個高溫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食材就比較容易爛掉 不要這樣 那融化增加可能會 可能會 比例來大氣壓更高嗎 有啊 就是當你壓力夠大的時候 它的飽和正式壓力更大 而且你溫度越大 你的飽和正式壓力更大 比如我們講 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秘密容器 我這邊裝了水 水開始變成氣體 好 當我的氣體 跟我的液體的量平衡 也就是我蒸發了 一個水分子 我一個水分子 零結一下 蒸發一個 一個零結一下 已經維持不平衡 這時候你去測 這個水的壓力 它就是一大氣 它就是那跑步的氣壓 然後我開始加熱 我加熱是溫度提升 溫度提升的時候 這裡面壓力會提升 這意思什麼 表示我的溫度提升情況之下 我的飽和正式壓在增加 我的飽和正式壓在提升 所以飽和正式壓是跟兩個參與的關係 一個是壓力 一個是溫度 你當下的溫度跟當下的壓力 決定的飽和正式壓力 那飽和正式壓力 那飽和正式壓力 你什麼時候可以的 OK 有問題 這是題外話 但是 其實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是 應該在我們高中的理化的後期會講到 但是這是一個蠻重要的 跟生活